我们团队叫豪华朗基工 我们总共四个成员 由林坤颖 陈志健 张耿豪 跟张耿华四个成员组合而成 这个组合里面呢 我们来自不同的领域 我们透过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我们把我们不同的专业放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去创作一个 更多元性的一个冲作方向 这件作品的名称叫 一个自在的游望 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捷运站 这样一个空间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先去了解这个环境 它希望带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提出了一个静松的旅程 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面 我们提出要做一个 这样的机械装置的时候 其实遇到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就是同步的问题 我们就先做了一个主体本身 是一个直线的设计 那只有在翅膀上面 会有一个波的律动会产生 从羽毛放大到一个运动的造型里面 我们把它在机械里面 用12等分的切分 然后造成了一个波 所以这个波其实可以让这整体的运作 非常的省力 也就是说装置看起来非常的大 可是在运作上面 它不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点 视觉上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循环 那个循环它会感觉上 它好像一直在往前进 我们希望可以带给一种比较软化的视觉 那透过我们在造型上面的诠释 以及运动上面的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坚硬跟冰冷的一个装置 看起来是比较温度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视角 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同的一个形态 然后也可以有更多观赏空间